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观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于赵紫阳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而对于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 赵紫阳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赵紫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 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1989年 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 赵紫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黜 之后他一直被软禁 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 这里就是赵紫阳在软禁中度过他人生最后16年的地方 北京东城区 富强胡同6号 这位中国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 在这段时间想了什么 说了什么 美国之音记者魏可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 姚坚富先生曾经先后两次到富强胡同6号 和赵紫阳常谈 首先能不能先请你谈一谈您是怎么样认识赵紫阳的 我是2004年3月5月去赵紫阳家两次 我是和钟复明先生一起去的 钟复明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 是赵紫阳的同乡也是战友 他在赵紫阳软禁期间去过赵紫阳家里100次 他写过几百次回来以后他追记了 写了一本书就是赵紫阳软禁中的100次谈话 这100次谈话里面有两次 就是2004年3月一次5月一次 是赵紫阳约见姚坚富 由我整理的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见你呢 一个原因是 钟复明85岁了 他觉得他要记录赵紫阳的讲话 有些困难 想找一个少为年轻的人去帮他记录 但是呢 用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去见赵紫阳呢 和赵紫阳他能接受他原来没见过的人 来到他家里去呢 就考虑我原来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 农村的研究员 1984年我曾经在渝圈山参加过赵紫阳七五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 所以赵紫阳他不愿意见原来他不认识的人 所以宗文明就说这个人呢 是你原来用过的人 是你的秘书七草班子里面待过的人 还有一个理由呢 就是我来过几次美国 见过一些美国各方面的人士 他也想了解这些他原来的部下 现在在美国的情况 六四以后出来的人的情况 因此呢他让我准备一下 我对美国的这些民运人士 或者各方面的人士 教授们对中国的看法 理由就是谈美国的见闻 身份进这个富强胡同 家里有警卫怎么进去呢 理由就是七公司 宗宏明以七公司身份 说是老乡又是七公司 谈七公进去 我呢成了小七公司了 跟他一起进去 你也是以小七公司的身份进去 身份进去 您进到他们家之前 有没有什么部门要先批准你 自先没有经过批准 没有申请 但进门的时候要查我的证件 而且进门的时候 解放军执行的人把我的证件 留在门口 第一道 大门后面那个警卫是 出来说再给我 事先宗宏明和赵紫阳联系了 几点钟来 这样的话 是经过进门的警卫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手续 批准我进去了 但这也就是在您去的当时就批准 并不是说事先要跟什么人打交道 事先经过什么部门 他们认识宗宏明 所以敲门的时候 胡同里面便衣巡逻 曾经非常严格的立身护道 干什么 后来正好那个大门开开 解放军跟那个胡同里面那些便衣就说 他们联系好了 就让我们进去了 看来是在外面的警卫 另外有一套警卫 管这个 你不能随便进去敲门的 进去的人呢 是事先联系好了 我证件一看 他可能就联系 就让我们进去了 您进去了以后 能不能描述一下 当时就父强胡同 这个院落是怎么样的情况 它是 是一个私和院 进去第一道私和院 是警卫排他们住着 解放军住着 一个警卫排 然后再往右边走 过一个门呢 进去的话 是赵紫阳的书房 对面是他们的卧室 这边是食堂 饭厅 我们进去第一层 第一个门进去以后呢 赵紫阳在那个 他的书房门口接待我们 他有一个小狗 小海拔狗 那狗会往往叫 所以那个 解放军就是等一会儿通知他们一下 把小狗看好 别咬人 所以他赵紫阳 当时也有点孤狗 就是养狗了 当时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这个院子里面 当时他夫人在 但是有病 没出来接见我们 他女儿燕兰在 但是燕兰没参加我们谈话 我们在客厅谈话 最后照相的时候 他叫了燕兰来照相 给我们照相 所以家里面就是赵紫阳和他的夫人 还有女儿 女婿上班去了 然后除此以外 就是工作人员 应该有他的秘书 这都上面派的 叫参谋 还有就是门口的警卫 这一些解放军 在宜静门里 这个死和院住着 大概有多少警卫 您当时 具体有人数我不知道 估计是一个警卫派吧 您跟宗凤明一块进去见他的时候 您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 当时是怎么样开始谈话的 他坐在躺椅上 躺椅方面呢 是一个那个 氧气瓶 有氧气瓶 然后呢 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 他就坐下来躺椅上 然后接上吸氧 他是呼吸系统有问题 他的肺有点 显微化那种 都病了 所以肺的吸氧的功能也在下降 所以必须吸氧 整个谈话过程中 一直在吸氧 我们在那谈 宗凤明说呢 就是今天有我主要谈 就是他听我介绍 一见面呢 他就说 这是姚建福 赵紫阳就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看过你写的材料 因为事先 宗凤明把我材料给他 我说我代表 我们机关 还有农口的一些熟悉同志 非常关心你 向你问好 他说谢谢 然后就连我们 坐到他那个屋子里 那个是一个比较高大的 四合院的房子 层高比较高 但是就一层 不是罗法 就平了四合院 那么谈话形式 他问您问题 您来回答 怎么样 他叫我先谈 然后我谈的主要一点呢 就是他非常关心这些 六四出来的这些人的情况 所以赵紫阳很认真地听 他有没有问您 对哪些人有兴趣 因为发现 他对吴国光 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问了一下 我说人家在那批 赵紫阳的政治纲领啊 或者什么纲领 我说你能不能 简练地把你的政治纲领 写出来 你批判我也好 我坚持我好 把它写出来 他说不用了 吴国光那个政治改革的书 已经把我的要说的都说了 当然他自己也在后面写了 我说李锐还有其他同志 希望你把六四这一段能保留下来 他说我有准备 这个他没说具体的 后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 他那个改革年代 这个他等于透露了 我已经留下东西了 2009年5月 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 在香港面试 这本书的英文版 《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秘密日记 已于半个月前先期出版 回忆录的内容 是根据赵紫阳本人 在软禁期间 秘密录制的 30个小时的舞音整理而成 赵紫阳去世后 这段录音被秘密带出中国 在自由化这一来 这些老人们对进度很大 还有这些极左的股市里 也很大 这些老人们啊 也是这么进度很大 都就是要争要很多人 要争很多人 邓小平呢 一向他是主张 要对党的一些 所有搞自由化的人 不足延续的处理 王振啊 或其他纪委老人啊 也是无事 邓与勤 胡乡武当 更是要趁机 要把一些人 置于实力和后快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 尽量少伤害一些人 保护一些人 而且是即使没法避免 也依旧伤害轻易一些 这是一个很 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那么在您跟他介绍这些情况之后 他有没有问你什么问题 他也问了一些就像 这个台湾这些人的情况 但是呢 我后来抓住机会呢 多问他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这个机会得把 大家对六四啊 很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这有机会 当面这是最主要的 六四的见证人 我得抓机会问他 所以他谈了一会儿 今天是听你谈的 怎么说那我谈了 你说你抓紧去问他就问题 你问他什么问题 我问他第一个 我说是那个杨尚坤 是不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 这是那个吴家祥的观点 他说应该说 杨尚坤在邓小平决定戒严之前 是支持我赵紫阳 他是这样的观点 我说那为什么后来 他不支持你了 又支持邓小平了 他说这个共产党就这规矩 最高领导一变 大家都得变 他讲了这个 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他是支持 他还说 我告诉你 彭征当时也 以前也是支持我的 所以他这些讲了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 我就问 我说你是不是受了陈锡彤 跟那个 李北京市那个书记 李锡民的骗 上当骗 他不同意这观点 他说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说 是上当啊 邓小平上当受骗了 就是他们向邓小平 来描述 广报军情 广报军情 然后邓小平上当 才决定戒严出兵了 结果赵紫阳不是这样回答的 说 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 那就不是邓小平 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 和他的决策 是他自己决策 另外一个 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 向邓小平回报 为什么要去朝鲜 他就说 去朝鲜是 党中央决定的是 国际问题 如果决定去 而不去 那不说明北京的问题很大 而且政治局也不会同意 我说正是你出去的时候 李锡跟邓小平 回报了 中国的 北京的局势 发生变化了 那你 回来应该给邓小平回报 把你的观念放上去 他说是啊 应该回报 但是没有排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定了一条 不要干扰邓小平 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情况 邓小平当时的身体 不太好 所以大家觉得要保证 他见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 因此不能随便干扰他 我说你不干扰他 李锡汇报了 最后邓小平有定见了 你再想汇报也晚了 所以你应该主动去汇报 等于我把这个问题问到 把人家逼到墙角去了 他最后说 姚天甫啊 你得承认 世界上有时候有命 有运 他这样解释 就是有偶然性 事情的出现的情况 有偶然性 这样等于再汇报晚了 六四事件几天后 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 接见戒严部队军已上军官时表示 这次事件迟早会发生 一场风波 迟早要来 在这国际队大气候 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 都决定了 一定要出现这样子 所以人民一直为战役 这么样的工作 一样要来的 迟早问题 一看就是明白 是一件什么事 毫不含糊 就是大的共产党 大的社会主义 重要是两个 大的共产党 大的社会主义 他始终对这个邓小平 误会他 他觉得他跟戈尔巴乔夫讲话 说什么大问题 由邓小平决定 不是要抛出邓小平 而是想回答 老百姓说 邓小平是回联听政 是慈禧太后 他想解释的是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就是大的问题 要请示他 最后觉得 不是邓小平要这样 而是党中央决定 他把这个拿出来 他向您这样解释 原因是因为 他也认为 这个是导致他被清洗的 很重要的原因 他说没想到 这个事情 引起邓小平的误会 他是觉得这样的话 带来后来的 觉得你是把我抛出来了 然后才对他有更严格的处置 当时也有整个社会的后果 包括讲了以后 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在天安门出现的更多了 还有袁家齐他们的声明 也是提出打倒邓小平 所以邓小平可能从事情的结果 来倒过来判断事情的原因 所以这一点事情 包括他的改革年代里面 都对这一点 搞出了误会 遗憾 有点这样 而且他说呢 邓小平是信任他 说去朝鲜之前 邓小平跟他说过 军委主席让赵泽洋当 这样的话等于是很信任他 他说不行 还是邓小平当 我第一次还见他说 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李先念 在六四中间起什么作用 另外一个 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 他说我不能这么说 然后到他病重的时候 宗宋明到医院看他的时候 他告诉宗宋明 他说姚建福问我六四是不是政变 我的回答是 我不能这么说 现在我病比较重了 你告诉姚建福 他可以调查 也就是说 他心里面 他心里面 认为我问的有道理 就是六四是不是 就是一场政变 后面究竟是谁 在那策划的 这是赵紫阳在秘密录音中对六四当晚的唯一 他说 这场风波如今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一些历史遗存的问题也可以有答案了 赵紫阳说 第一 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 有计划 有预定 反当犯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现在可以问一下 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 如何计划 如何预谋 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反正说什么党内有贺首 贺首谁啊 第二 说这场动乱的目的 是要颠覆共和国 是要推翻共产党 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您说您当时要问他 李先念在六四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他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他说李先念从来是反对我的 八九年春节以后 他从上海回来 在南京还有沿路 就公开骂我 他说了 我说李先念为什么会骂你呢 他说你想想 李先念是一个从五三五四年调到北京来以后一直管财经工作的 包括文化大革命 他是不导宫 所有的中国的经济的成就和经济的问题都和李先念分不开 现在的任何改革就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否定李先念过去的功劳 所以他一直是思想上有抵触 所以他就对赵紫阳的改革措施是反对 因此呢 老骂这个 你改就是改我的成绩 你批判就批判我的成绩 所以李先念对他是比较狠狠 他给我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 第一次跟他谈话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不到两个钟头 快十点左右到的 快到十二点十一点半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结束了 因为他一直在那输氧 拿着氧气管放到鼻子里吸氧 还有一个小细节一个故事呢 就是最后 我说紫阳同志 十一点半多过了 你在吸氧跟我们谈这么久 我该走了 最后告诉你一句 我说李锐同志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任书记啊 都是以做微心的检讨 承认错误而高中下台的 但是只有两位总书记 不是这样 一位是陈杜秀 一位是你 赵紫阳 说完以后 他把那个氧气管拔掉 从躺椅上站起来 走两步 走到我跟前 拿手指着我鼻子 是你说的陈杜秀 我说不是 是李锐同志给我说的 然后他背个身 就是在那个 沙发后面有一块空的地方 背对着我们 两个手朝着天花板 放声的 非常爽浪的 大笑 哈哈哈哈 陈杜秀 陈杜秀 1989年5月19日凌晨 赵紫阳出人意料的 来到天安门广场 看望广场上的绝食学生 陪同他一道前往的 是他当年的部下 今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当时的一些海外媒体报道说 就在此前不久 赵紫阳没能说服邓小平 放弃武力镇压 我们来到台湾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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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不管这么 所有们 批评我们 都是应该的 亿万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当年这个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的场景 当时学生们的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 赵紫阳讲话以后向学生们鞠躬 学生们争相请他签名 这是赵紫阳被软禁之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这个时候我说 紫阳通说我能跟你照个像吗 他说可以啊 结果很高兴地跟 宗副明我们三个人照了一个 他跟我也单独照了一个 我说再照一个 他把燕南叫来给照 燕南说照了好几张呢 赵紫阳说 嘿 又不是你的胶卷 照吧 哈哈哈哈 所以他心情很高兴 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赵紫阳的欢笑 微笑苦笑和眼泪 他的欢笑就是这个 他觉得他最后的选择 被李锐 也可能很多写党史工作者 在历史上 把他肯定成成都秀养 为了坚持真理 而不向权势低头 我觉得他这个笑是 发自内心的很好的笑 然后微笑呢 就是在我讲 一些到海外的 他的原来的部下属工作人员 或者主张民运的人士 没有一个走回头路 没有一个认错 他是微笑 觉得民主自由 还是大家的一个共同选择 苦笑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次我见他 最后临走的时候 我又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紫阳同志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职务 他说什么职务啊 我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民运主席 哎 让人家刷掉了 我说怎么会刷掉了 他说他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那个球场是核资的 香港的一个高尔夫球协会的人 还有日本的人发现 用那个大镜头的照相机照过 那个香港的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 见到赵紫阳说 赵紫阳先生 我能不能请你当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民运会长 赵紫阳说 不用了 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民运会长 我意思是中国呢 包括香港 那时候还没回归的时候 所以他那个 那个香港人呢 跟那日本人吧 都登出这个消息了 他说中南海就问了 问高尔夫球协会 怎么知道怎样还有这个职务啊 那个协会的人赶紧说 没有没有了 他说从来以后就没有了 因此他也不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 他就在家里搞塑料棚 搞一个小杆子 在屋里打 所以我说了 960万平方公里的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民运会长 只能在自己院子里面 那个脊平方面就挂一个塑料棚子 做球上大高尔夫球 所以这种笑呢 是一种苦笑 最后他快要去世的时候 快要告别人间的时候 他的女儿跟他说 你放心走吧 我们都会坚持 继承你的事业的 这个时候眼泪流下来 所以我就说 从我看见的 欢笑 微笑 苦笑 和他女儿技术的眼泪 反映他的内心 是 既是平静的 也是痛苦 我说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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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